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平安 大概在一个多月前 我那个同学啊 就是里面的义军船导 他打电话给我 他说 请我来这边 因为他要带一群年轻人去台北 我听到的时候 我忽然间想说 我这个船导 他怎么忽然间想到我 因为到时候我问他 他说 你常常喜欢说 传无音传无音 但是你都一直还没有跟我说 传无音所要的条件是什么 我说好啊 那我就来吧 所以 当我答应他的时候 他就很高兴跟我说 赶快赶快来跟我说 因为我们永福教会 是一间非常非常喜欢 学教的教会 他说要我来这边 与大家的影响 我就真的很高兴 但是当今天早上 我忽然间拿到周报的时候 我真的蛮忙的 因为 我记得我们的花语堂是十点 然后我看到周报 上面写十点半 我想说 糟糕了 对啊 是上个礼拜 我看上个礼拜周报说 糟糕了 到底是几点 到底是几点 然后我忽然间想说 宣教好像就是这样子 有的时候我就在那边 忙忙的 想说 我到底要等到几点才要去宣教 到底等到什么时候再宣教 是不是要一个共同目标 就像我们在2月22号开始 我们花语堂几点开始 9点半 不要和我今天早上一样 在那边忙忙 到底几点 到底几点 2月22号 下下礼拜9点半开始 最近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句话 他是这么说的 就是说 在祷告以前 如果没有自己先悔改 就像没有先洗手又吃饭一样 这句话真的值得我们来思考 成为一个带领人来认识上帝的人 在他自己本身成为门徒 要服侍之前 是不是有先将自己 有一种服侍的热情 真正的对内心 先来改变自己 然后再来带领人信主 或许有许多人非常热情 在要带领人来信主的这件事上 不过自己却没有信心 不敢开口讲 不敢用行动来表示 要邀请人来教会 要来认识上帝 其实服侍的热情 应该出来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困难的就是要怎么表达出来 这个才是一门功夫啊 而且这个功夫就必须在于我们自己 是不是有先受到装备 愿意先改变自己 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服侍热情的一个基本的条件 因为大家都知道什么样子的将军就带出什么样子的兵 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信仰价值 会让我们带出来的那些人有什么样的信仰价值 这非常重要 就像是师父 一个师父在带徒弟一样 自己如果没有很好的功夫 怎样会有很好的技术 要来传承给别人们 有一位学者说过 或许大家有听过一句话 就是说钱 如果离开的人 就像废子一样 但是如果人离开了煞地 就像是说白白在人世间走了一趟 这是一个学者说的 其实这些都是在表达 这是一种关系上的一个重要性 也可以说是一个服侍者的一个责任 他的责任就是要建立人和关系之间 人和上帝之间的一种亲密的关系 但是服侍者所要付出的心智 就变得要非常非常的坚定 保罗就是一个服侍者 首先我们从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背景中 我们来了解一个非常实际的状况 保罗其实是非常坚持要来责备外邦人 对犹太人和犹太基督徒所显现出来那种骄傲的态度 而且强烈地表示要使得犹太基督徒相信 保罗他所传的福音的真实性 我们来看更广的一个范围 就是说在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 所记载的里面的意思 里面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内容 就是保罗要团结在纷争中的罗马基督徒 来支持他 针对福音以及福音对犹太人 还有外邦人中间的一些很微妙的一些关系 我们先第一章来打罗马基督徒 呼召我们来跟随真理的主上帝 你是信实的神 你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命定使我们成为你完全的仆人 并且拣选我们来成为你所疼爱的儿女 又是呼召我们来成为你中心的使者 使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 都是为着你的救恩来传扬主你荣耀的信息 愿荣耀尊贵以及权柄都归于你 在此我们众弟兄姐妹 诚心请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使我们在今天的聚会当中 完全有祢的旨意与我们同在 感恩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在我们在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 我们现在看一处的经文 它是记载在我刚才说的 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这个是一个保罗 他非常非常在他的宣教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境界 其中保罗一直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说犹太人不想真正的接受 第一节到第三节 这个就是会延续到第四节到第五节 主就会让人要怀疑到 上帝试服给犹太人的权利 以及上帝所应允给犹太人的一些价值 保罗一直强调说福音是旧约圣经 旧恩历史的自然的一个延续 而且它有一个很深的深圳意涵 就是在表明说福音是旧恩历史的现实 福音是旧恩历史的现实 所以罗马书第九章第一到第三节进入中 为什么保罗是如此的强烈的强调 他对以色列一个关切的一个真实性呢 我们从罗马书第九章的第二节可以看出来 因为他自己知道为了没有像律法 为了像没有律法的外邦人的宣教的时空里面 他所做出来的热烈的态度 已经得罪人 得罪人被人家看成是一种 他是一种反犹太人的形象 而且保罗也有像教会里面的犹太基督律 也很清楚的表达 他向外邦人宣教 并不是代表他已经放弃了 他自己对自己同胞的关怀 这种心态也包括使他的同胞 能够得救了一些奇化 这些强烈的活动 在这个经文当中 他是有用的很强很强的一个句话来表达 就是说大有忧愁 大家如果有可能可以翻开罗马书第九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因为从第九章第一节 延续到第二节 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名词 就是说在基督里说话 说真话 不谎话 大有忧愁 失常伤痛 其实这些名词都是保罗所表达 非常强烈的话 也可以说是保罗传达福音的一种决心 一种比较决心 特别是在第九章第三节 保罗讲出他为什么很痛心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自己非常多的同胞 拒绝接受福音 其实在经文中 保罗所表达出来的话 他并没有用很多的话 来表达出他关心的原因 的理由 但是他 注意大家看 他为了他的同胞 甘愿受到诅咒 甘愿与激度分明 在此我们看到说受诅咒 这是其实在原论里面 它是一句希腊文的翻译 也有人将这句话的意思放在教会里面 的英文 来表示就是说像开除教会籍 也就是像我们比较清楚 比较了解的就是 开除会籍一样 保罗也有用鼓咒之亲 来指他自己的同胞 是要表示保罗继续是认同他们的 在忠实在他们 而且仍然关心着他的同胞 就像我们所知道 保罗是外邦人的死者 不过仍然是自己知道 他自己始终从头到尾 还是一个犹太人 在今天的经文还没有开始探讨之前 我们所看到 罗马书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的 经文的背景当中 我们就是要来先认识到 保罗的宣教的热情 我们才会进入到今天的进入里面 在他的宣教热情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也就是说我们先去探讨说 保罗他有什么服侍的态度呢 但是我先要来分享一句话 就是像刚才说的 我们传福音还是说要出去宣教 并不是说代表这个宣教 事公和我们自己 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没有关系 还是说我出去传福音 他里面完全完全断去 断掉了那个观念 而且也甚至说出去宣教 就已经不再是在关心教会里面所有的事情 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八节 还有二十二章二十节第九章 第一节到第二节都有记载 我们可以将这些金节把它串联成一个故事 保罗为了维护犹太宗教还有女孩 他很热情参加《扣告斯蒂凡》这件事情 虽然保罗他没有亲自拿石头丢死斯蒂凡 但是他在旁边他非常快乐 他甚至替破坏史蒂凡的那些人 看守着他们的衣服 而且保罗他有申请很多逮捕令 捉了所有信耶稣的人 将他们都打起来 带回去耶路撒尼 如此可以看到保罗对自己的信仰 他其实是非常的狂热 还有非常的激动 而且我记得我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老师甚至跟我讲更重的一句话 他说保罗是一个宗教发狂的人 其实当保罗真正认识 而且归入到耶稣的名下之后 他仍然是非常狂热 非常激动 我们从保罗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的 整个事情来看 保罗认识耶稣之后 接着回应耶稣的呼召 要在外邦人中来宣扬主的名 保罗那个时候他就立刻马上 在大马士革每一个会堂 不顾性命的在传福音 甚至当犹太人要陷害他的时候 他逃走去耶路撒尔 他同样不顾自己的心命 在见证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有去想看到我们呢 我们为了传福音 还是说为了要引导人来教会 我们的决心是什么样子 是不是像保罗一样 有他们那种差不多是狂热 还是说很激动的那种心态 还是说我们像耶利米一样 刚开始的时候耶利米他跟耶和华说 主耶和华你看 我不知道怎么说啊 因为我是年幼 我是年轻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耶和华怎么样说呢 耶和华跟耶利米说 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 因为我猜拯你到哪里去 你都要去 我分后你说什么话 你都要说 你不要去怕他们 不要害怕他们 为什么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一个对信仰充满热情的人 就应该顺如耶和华 他的呼召 他的代理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一个热情的使徒 他真正热情的行动 其实他的行为 还有他所讲的话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非常真实的一面 他不是在讲话当中的真心话 对我们来说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去传福音 要讲真心话 在这里我们正常要看到圣经中的保罗 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 第六到第十节 保罗在前往大马斯格路上 收到护照的时候 有光 大家都知道 有光从四面照他 而且有声音对他说 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迫害我 在保罗的话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真心话 他这么说 保罗问说 主啊 你是谁 他又问 主啊我应该做什么 其实这个都是保罗传福音 一面那个很直接又真实的一些心态 除了上面保罗宣教的热情以外 我们回到今天主题所要探讨的宣教的差遣 我们来看这两个当中到底有什么关系 其实我们注意看宣教的差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 现在人说的使命必打 也就是说我们奉上帝的差遣 这个使命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 我们都要尽心尽力去完成 也就是说要有宣教的热情 再加上受到差遣 就是说保罗先生一样 对信仰的坚持 对他自己 宗教的追求那种信仰的坚持 这种信念甚至 达到一种 发宽狂热的心态 这样子的 我们 对于我们学校是很有帮助的 弟兄姐妹 在今天进入组织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件事情 在罗马书里面 大家都知道 保罗虽然是罗马的一个 是非常自由的一个公民 但是 当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 他有没有去过罗马 他们也去过罗马 而且他期待有机会可以 防复罗马教会的众信徒 并且他的目的是期待 经过罗马将福音带到哪边去呢 西班牙 对不对 这个很基本的在罗马书里面 大家都必须知道的 这条路线是当时 地中海世界的人们所知道的一个地极 他们只知道的路线 他们真的说 整个地极就是这样子的一条路线 这个也就是 保罗期盼将福音 遍传到地极的一个意思 这一个意思在那边 保罗更在信罗马书里面 介绍自己 也论述自己的信仰 因为保罗盼望罗马信徒 可以因此来更加的认识他 也就是说 藉由罗马书信的叙述来替代 他自己亲自向罗马信徒 表述自己 而且用来预备时 罗马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心 却因此他这个论述 大家都也或许有人知道 他变成一个我们教会常常说的一个 福音的大宪章 我相信如果有在一点旧罗马书 都会知道 罗马书我们会称他一个福音的大宪章 但整个罗马书里面 一共有十六章 除了第十六章是个人 保罗个人的请安以外 保罗在罗马书的前半段 就是第一章到第八章 他是在讲因信称义 后半段十二章到十五章 是在讲基督徒的生活 其中有一个中间段落 就是第九章到十一章 这是在说 罗马选民他得救的一个奥秘 我们今天的经典就是在这一段 第九章到十一章 在论到福音与得救的门路时候 保罗兵器很杂的律法的要求 他提出得救是恩典 门路非常简单 你们路非常简单 就是说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十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只要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这个福音真理 无论是对犹太选民 或是外邦人都是实用的 保罗甚至引用上帝的 先知约尔他的信息说 凡求告主名的救必得救 今天的经节里面 这段他是引用在 在那个约尔书 约尔书他信息里面的句话 接下来让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 那么究竟宣教是不是有所谓的 次序还是说 次序呢 传基督的真理 领人信主得救 虽然是一件 其实虽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就像我们来说 你要有那个热情 但是保罗却提出了一个 不太简单的福音宣讲的 一个程序的逻辑 保罗提出的逻辑就是说 没有信道怎么能求告呢 没有听道怎么能信道呢 没有传道怎么能听道呢 没有奉差遣怎么能传道呢 他有一个逻辑在这里面 可见到保罗他的逻辑 他是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传道来的 和传道是从奉差遣来的 虽然圣经上记载说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教宗何等加美 但是如果没有奉差遣 就不会有加美的教宗 这个奉差遣很重要 因此奉差遣才是宣教的一个关键 宣教是差遣不停息不停下来的一个过程 差遣者差败受差者 受差者领受的使命到受差的地方 对差遣者所关注的人群宣告 差遣者的旨意 这个就是宣教 宣教就是这样 他有一个数据这样子下来 今年是台湾宣教150年 特别在我们长老教委 有推行了一个运动 101新北教 是不是 当中 当大家推动得很轰轰烈烈的时候 像我们教委也是这几个礼拜 掉了那个布条在外面 虽然好像昨天已经被风吹断了 很轰轰烈烈很轰烈烈 大家还有人想 不然我们把他标框起来 把他用上来 就是因为风很大 但是我们有没有仔细去思考到一个问题 在101新北教当中 我们到底要参为哪一个一了 101新北教会有两个一了 你要参为哪一个一 是前面那个一吗 还是后面那个一 后面那个一 是被动的 前面那个一是主动的 前面那个一就是 要受到造就 没有也就是要受到裁浅的 有前面那个受裁浅的一 才会有后面那个一 不是吗 我们要去思考说 那我们要成为哪一个一 所以宣教还是说 领人信徒的关键 就是在奉裁浅完成使命 前面那个一 可以成为后面无限大的一 很多一 但是前面的一 就是你的一而已 我们要去思考 很多 很多在我们张老教 虽然在推 但是没有去思考到这个问题 造成很多的弟兄姐妹 他有没有等待的 他只想做后面的一 他不想做前面的一 因为前面的一 太累了 真的太累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圣经上 耶稣怎么教导我们 第一 耶稣说 我也照样猜你们 耶稣是第一个宣教师 你受使命受猜浅来到这个世上 向父上帝所爱的人 人类宣告上帝爱世人 耶稣知道他奉猜浅到世上 他也照样要来猜浅我们 耶稣对上帝的祷告说 在约翰福音17-18节说 你怎样猜我到世上 我也照样猜他们到世上 在约翰福音20-21节 耶稣复活那天晚上 对门徒显切说 愿你们平安 后面他讲了 父怎样猜浅了我 我也照样猜浅 第二 耶稣他还这么说 所以你们要去 我们要知道宣教是猜浅 而耶稣的猜浅是最直接的 所以在四福音 就四福音书上 都是用什么做结束呢 都是用猜浅做结束 或者是说 其实不是说结束啦 对我们说来 可能是留在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领受猜浅的人 我们要继续写下去 在你生命当中继续写下去 耶稣的猜浅 说耶稣的猜浅 我们也称之说大死壁 不是吗 毫无疑问的耶稣猜浅 我们去宣教的死壁 是大死壁 但是问题是在说 我们要如何回应这个大死命呢 我们都知道大死命 我们要如何去回应呢 这个我们可以去思考 第三 耶稣他告诫我们 往迷失的羊那里去 当耶稣拆取十二使徒出去 传无疑的时候 夫妇他们说 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 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近 寧可往哪里 往以色列加尼斯的羊那里去 谁走谁传 而且说天国尽了 耶稣他们很爱外邦人 很爱撒玛利亚人 但是他也要门徒认识 优先性阶段性的使命 所以我们也必须面对一个问题 我们的优先性阶段性使命是什么呢 我们的以色列加迷失的羊在哪里呢 所以说寻找迷失的羊其实很重要 每个人自己所寻找的羊 或许就是在你自己最近的地方 甚至可以说或许就是你的家人 《使徒勋传》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他怎么说 在安提阿德教会中 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 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 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功 于是禁食祷告 按手在他们头上 就打发他们出去了 当保罗巴拿巴做圣灵 招他们所做的功 福音就从犹太巴勒斯坦 扩展到全世界全人类 受差一拜去做功 当然啊 不是要做自己想要做的功 福音所做的功 都是主人 招他所要去做的功啊 保罗归主之前 虽然也是到处在装这些门徒 但是 当他在前往大马斯格的路上 遇到所破坏的耶稣时 我们刚才说过 他问了 一句话说 主啊 你是谁 接下来他又说 主啊 我应该做什么 这个就是每个受拆监 受拆监的都需要问的问题 主啊 我当做什么 所以 宝头他一生当中 他只做耶稣要他做的工作 我们是否也愿意去接受 拆监去做功啊 而且只做 主 主造我们要做的功 不是做了我们自己想做的功 好 最后耶稣也曾经说过 你们要对万民做见证 宣教和耶稣再来 还有世界的末日 这个都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 而且 关于那个日子 那个日子 那个日子 耶稣说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 这天国的福音要遍传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会来到 所以很多灾难一直出来 一直出来 当我在讲这 现在在讲这个的时候 我忽然间 会有点起鸡皮疙瘩 因为我讲到末期的时候 我忽然听到阿边的声音 风一直吹 呼呼呼呼呼 一直吹过来 可见到耶稣再来最后的征兆 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虽然无巴不得耶稣快来 但是我们愿意 常常像使徒 约翰一样打抱说 主耶稣啊 我愿意你来 但是我们也知道主的心 在提摩太前书 第二章第四节 有写说 祂愿意万人得救 明白真道 耶稣还愿意来 祂不是耽搁 祂是一个宽容 因为祂不愿意 有一个沉沦 愿意 人人都悔改 因此 我们就是要奉参选 要对万民做见证 要出去宣教 要领人来信主 所以说 宣教的第一步 我们也可以说 从耶路撒冷做起 不是吗 虽然宣教是 但是 是要从采权 要到普天相去 向万民传福音 但是 宣教也要从 以色列迷失的家人开始 要从耶路撒冷 犹太权地 和撒马里亚 直到地极 但是 如果我们 还是说 教会 在耶路撒冷 从来不会宣教 相信 去到地极 一样不会宣教 所以 说我们就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吧 每一个人的耶路撒冷 都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 他的耶路撒冷是在学校 有的人是在公司 有的人在家里 有的人可能是在社区 有的人在他的所居住的 那个城镇 就是说 在任何地方 每个人的耶路撒冷不一样 但是 保持这样 像保罗一样 热情的宣教的心态 接受的参选 到任何需要服务的地方 尽我们成为上帝子民的一个使命 这是我们一定要完成的责任 简陆来说 要有家里的教宗 来过着我们宣教的生活 我们需要打开心里的眼睛 就像 耶稣对那位生来 瞎有的人所说的话 在约翁福音第9章第7节说 你往西多亚子子里去洗 我们知道 西多亚 翻译出来就是什么 奉差遣 他去一洗了之后回头 他就看见了 我们也必须去到我们自己的西多亚去 走出家围的角中 开始过着我们奉差遣的宣教人生 每一个教会都在做宣教宣教宣教 但是我们是不是有注意到说 我们是不是要做过我们自己的耶路撒的做起 非常重要 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弟兄姐妹自己 还有自己的家里 自己的亲朋好友自己的同事 自己的所有的人 这些耶路撒的 我们从这边要做起 我们才能到地己 所谓的地己就是做完 但是做出去到外面 所以很多教会 当他在宣教的时候 当他一开始就在社区的时候 常常会发生的一个问题 说自己的弟兄姐妹 都流失掉了 都流失掉了 因为他们感受不到 像我们刚才说 把握他的一个心态 他说 他出去传统一 但是他跟他自己的同胞说 我不放弃你们 很多教会在宣教的时候 他们往往忘忘记 忘记了自己的弟兄姐妹 自己教会里面的耶路撒是在哪里 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 在今天这个主题里面的一个重点的地方 我们的耶路撒人在哪里 我们的宣教热诚在哪里 还是说我们仍然是 像耶路一样 跟主说 主啊 我不会讲了 因为我还年轻 是这样子吗 我们回去好好地自己想一下 立后来谈好 满有慈悲又担爱我们人类的上帝 祢教导我们要遵守祢的旨意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成为我们自己 以及与人相处的一个准则 我们全心感谢祢 在此愿祢的慈爱 怜悯继续与我们同在 使我们不论在任何地方 都能持守着祢神圣的旨意 感恩祈求 セ pop波子 中一遂 多吉祢祢地归 祢祢祢祢 hemos championships 中文字幕 李宗盛